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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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如果沒有辦法把握住方向 你如果方向不清的話 各位,即便你是重量級的客戶 你有多少錢輸 如果你方向搞不清的話 你真的有辦法在這個市場賺錢嗎 各位,我就舉個例子 怎麼樣搞清楚方向 來,你注意看喔 阿豪舉的這個例子,你什麼都不用看 你只要看阿豪的方向就好 你有看阿豪在那邊邊邊嗎 注意,來,我們一起來看囉 來,各位好朋友,今天收盤價是收多少 八千九,各位,阿豪在上個禮拜三 在上個禮拜三喔 是不是就跟你預告了 各位,要把握時機 因為禮拜三跟你預告,禮拜四必漲 各位,什麼時候必漲 八千九,叫你要把握時機啦 各位,不是今天才把握時機 是在上個禮拜三 阿豪就跟你預告了 好,我不知道你看完之後是怎麼把握時機的 但是各位,禮拜四也就是隔天 隔天開盤,我們真的帶領會員朋友 進場去把握時機了 來,八點五十六分的時候 是8910偏多看待 數字不用看,你只要看方向就好 8910偏多 好,那再來呢 壓回8940再次偏多不變 各位,我們注意來看 來,方向決定輸贏 禮拜三跟你做一個預告 8910隔天怎麼辦 多單進場啊 來,多單進場是先8978 是不是先一招 好,先一趟之後壓回呢 8940仍然是偏多看待啊 偏多看待呢 各位,是不是有給你拉到了8972 所以各位好朋友 阿豪是不是在隔天 也就是在禮拜四 是不是馬上就跟你講 是不是跟你說 再次印證了 八千九 禮拜三跟你預告的 十一月十二號跟你預告的 禮拜四有沒有馬上幫你 給你印證 八千九全面多 八千九一零、八千九四零 當衝波段 你如果這樣子操作的 你是不是當衝波段 都創造了一個雙贏 所以阿豪是不是 他在幫你提醒說 各位,大家要比較清楚的啦 你要找到對的人啊 好,禮拜四的一個行情就這樣子嗎 各位好朋友 禮拜四的故事還沒有說完 怎麼樣還沒有說完 方向決定輸贏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來,繼續看囉 好,禮拜四十二點五十九分的時候 是不是 好,老師跟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講 明日還會再展 你的波段多單 你就持續報 好,禮拜五 有沒有真的給你再繼續漲上去 來,我們繼續看 禮拜五在盤中 在友台、中華財經台 在於這樣的節目 我是不是就已經跟你做一個稿子了 來,今天的一個低點 八九三三 當你知道八九三三 就是今天的低點的時候 請問你會怎麼做 各位好朋友 這是十一點的事情 十一點的事情 好,已經跟你說 今天的低點是八九三三的 你會怎麼做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們既然都已經知道 八九三三就是當天的低點的時候 各位,我們注意看這個地方 八點三十三分 我們把這個地方做一個放大 來,OK 好,在八點三十三分 也就是在禮拜五的時候 八點三十三分開半月 還沒有開盤 還沒有開盤 我們就已經知道八九三三是低點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請會員朋友做 各位,八九三三當然全力偏多看待嘛 各位好朋友 開盤真正 八點三十三分就跟你講 八九三三要去偏多看待了 各位,不是那種已經收盤了 才在那邊跟你放馬後炮 都已經收盤了 大家都知道啦 各位,真的實力敢講在前面 怎麼樣講在前面 來,我們再看一次 禮拜五的低點就是在八九三三 阿豪什麼時候告訴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八點三十三分 每一個會員朋友一定都有收到這個動作 八九三三就是偏多看待 各位,我們回過頭來看 禮拜五那天,八九三三有沒有來 有啊,郵差總按兩次0 八九三三,來一次 叮咚 叮咚,能蓋之後你不理他 各位,郵差他按的是什麼0 發財0 你八九三三來了兩次 你都不理他,各位他也不理你了 直接就給你點 來到了八九九六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 這個是什麼 你從頭到尾看到現在 你有看到阿豪老師在盤中底下 兵來兵去嗎 你有看到阿豪老師在盤中 做不到,反手做不到,又反手 在那邊拔來拔去嗎 各位,方向決定你的輸贏 再看一次 方向決定你的輸贏 各位,阿豪老師 該多就是多 絕對不會一下子忽多忽空 讓你搞不清楚 各位,好 禮拜五的故事就只有到這裡嗎 當然不是啊 來,開盤前是不是就跟你說 八九三三就是權力多 各位,當天低點就是在八九三三 還叮咚叮咚兩次咧 好,那叮咚叮咚兩次之後 就拉到了八九九六 各位,哪有這麼容易放過他啊 到九點五十一分 我們再次的請會員朋友 八九四五偏多不變 各位好朋友 從這個例子從頭到尾看來 來 這是一個最近的例子 上個禮拜是八九一零多 拉上去 收盤還會再漲 收盤是收多少 八九五九 結果隔天馬上給你看到 有沒有高於八九五九 好,那高於八九五九的時候 怎麼去把握方向決定輸贏啊 後來是不是在開盤前進行八九三三多 各位,拉上去八九四五再多 各位,那結果拉到多少 八九九六 各位好朋友 當你的操作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靈活度的時候 你會不會心中有一種感覺 突然浮現了三個字 哪三個字 百米贏 各位 當你方向都搞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時候 有大行情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賺大的 有小行情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賺小的 但是不管賺大賺小賺得沒關係 你只要聽阿豪一句話 你來到這個市場上 你就是來賺錢的 好,各位 那禮拜五那一天 那一天收盤之後 阿豪老師有沒有跟各位再做一個預告 來,我們注意來看 好,禮拜五收盤之後 來,禮拜五收盤之後 來,禮拜五收盤之後 阿豪在11月14號 我們的盤後節目 阿豪有沒有跟你做一個預告 八九三三郵差總案兩次零 我現在在這裡手邊 好,那左手邊呢 下週勢必再次攻頂 各位,我們注意看喔 下週的 禮拜五的下週是什麼時候 不就是禮拜一 不就是我們錄影的今天嗎 來,禮拜五的收盤是收多少 八九六二 各位,八九六二 下週勢必再次攻頂 那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還有高點可期啊 來,各位 禮拜一有沒有高點可期 有啊 有啊 收盤就給你 收盤價到今天的一個高點多少 漲了八十一點耶 漲到九零四三耶 各位 那好有沒有事先跟你預告 有啊 好,那漲了八十一點之後 你的老師開始帶你 在九千點以上 市價最多的時候 各位 禮拜一這一天 你再看一次 來,禮拜一這一天 你在這個地方 九千點市價最多的 你得到的是什麼好處 馬上給你下殺一百七十一點 你有這種感覺嗎 哎呀 我真的是省小錢去賠了大錢 各位 你再看一次 各位 阿哈老師是不是在這個 拜五盤後的節目跟你說 下周勢必再次公理 各位 當收盤價八九六二 直接已經大漲八十一點了 你的老師開始叫你 市價多的時候 最在九千點以上的時候 我怎麼告訴我們會員朋友的 來 九千點 我們先弱貸為安 有看到嗎 禮拜一 是不是早上就跟我們會員朋友說啊 波段多單 我們在九千點以上 弱貸為安 你看到這裡的時候 你有這種感覺嗎 什麼感覺 阿哈老師 我感覺我怎麼像對不到人 你有這種感覺嗎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你說阿哈老師 對啊 你禮拜五確實是跟我們講說 下周會再次公頂啊 而且禮拜一真的開盤 就給你大漲八十一點啊 但是我們的老師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叫我追在九千點以上 可是你看 你既然告訴你的會員朋友 你在套餐 就告訴你會員朋友 波段多單在九千點以上 先弱貸為安 各位 阿哈老師 你上禮拜跟我說 真的要方向決定輸贏是沒錯啦 但是我發現 你講的真的很有道理耶 選項真的才是決定勝負的一個關鍵耶 什麼選項 再看一次 阿哈老師有跟你說嗎 這張檢核表 你一定要到底 你的電腦邊啊 你檢視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跟對人 你在盤中 到底有沒有做對的事情 更重要的 你檢查你的保證金專戶 他到底跟了這個團隊這麼久 他到底有沒有讓你賺到錢 各位 他到底有沒有讓你賺到錢 是其次 你注意來看 你在盤中有沒有做對的事情 你今天在盤中 禮拜一的盤中 你有沒有做對的事情 各位 禮拜五阿哈老師跟你說 會大漲 會再次公頂 禮拜一真的給你大漲 八十一點之後 你的老師開始叫你去追市價多單 結果追在九千點以上 但是 阿哈老師怎麼帶領會員朋友 禮拜一怎麼帶領會員朋友 波段多單 九千點以上 先落貸為安 各位 你在盤中 你如果沒有做對的事情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開始去懷疑 到底我對的人 對還是不對 還沒有完喔 還沒有完喔 今天的一個行情還沒有完喔 禮拜一的行情不是只有這樣子喔 各位 在盤中一定要做對的事情 才賺得到錢嘛 那你說阿哈老師 你怎麼這麼厲害 在九千點以上 你已經把多方的部位全部出掉了 你不是說方向決定輸贏 你今天是去幫忙嘛 各位 做什麼動作 多單全部出掉之後 壓回來再買嘛 來注意看 壓回到多少 要回到八八八八的時候 你的老師開始叫你反手空 但是阿哈老師怎麼帶會員朋友 八八八八我們就是多了 來 八九零三 我們還是多 甚至八九一二 我們還是多 各位好朋友 那多多多 連續三比多單 那怎麼辦 來 注意看 十一點十八分 不管是單衝波段的 全部用試駕出場 成交價大概在多少 八九二三 各位好朋友 我把這個做成一個示意圖 來 殺到最低點八八七二的時候 你的老師開始帶你 反手放空了 各位 我們怎麼帶領會員朋友 八八八八多 八九零三多 八九一二多 但是各位 一定要先有一個停力的觀念 來 我們怎麼樣去做一個停力的觀念 八點十八分 所有的多單 全部試駕出場 成交在多少 八九二三 各位 多多多 但是要不要先走先贏 當然要 八九二三先走 結果後來拉到多少 八九三五 那你要不要有一種感覺 要不要先賺先贏 有大行情當然是賺大的 沒有小 沒有大行情咧 小賺也不錯 反正大賺小賺 你就是賺 但是不管如何 你一定要有一種觀念 你來到這個市場 就是要落袋為安 就是要有停力的觀念 先贏先贏 所以各位好朋友 你看到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一種感覺 什麼樣的感覺 老師 你跟我說的還真正 我真正要來檢討一下 為什麼我現在都沒有賺到錢 因為我盤中 沒有人叫我做對的事情 那為什麼盤中 沒有人叫你做對的事情 因為我跟錯人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 你現在是不是應該去做一個檢視了 你現在就要有一個抉擇了 什麼抉擇 來注意看 當完美呈現 這樣的操作完美呈現的時候 這樣的操作 你想要屢戰屢勝的時候 各位好朋友 那你要做什麼動作 你就差一點啦 你就是差這一點啦 各位 想要完美呈現 想要屢戰屢勝的 各位 如果你還沒有做這個動作的 請您廣告中 好好把握 我們先休息 果然無時間通知出來的 趕緊唐孫更打119報警 沒錯 而且自己動手裝 便宜又方便 溫妝固體器 安全無貨幣 請購買附有合格標示之產品 並記得定期更換電池喔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頭顧 固得頭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頭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證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頭顧 固得頭顧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臺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 1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6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臺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臺 愛屋及屋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各位好朋友 當你看到股市資助人 我們這個盤後節目的時候 各位已經是18號了 已經是11月18號了 11月18號 你知道今年的過年 農曆出息是什麼時候嗎 2月18號 剛剛好剩下3個月的時間 你要不要好好的 把握這3個月的時間 好好的從這個市場上 把你缺的錢 趕快把它準備好 趕快一起來 把這個市場上 把錢抓到自己的口袋裡面 大家一起來過個好年 你問我說老師 我也很想要這樣子啊 但是我又不知道 到底怎麼樣去把握住 這樣的一個機會啊 各位我們錄影的時間 是在禮拜一 我們來看一下 禮拜一市場上 到底有沒有給你機會 各位我們注意看 你操作的那個商品 有沒有給你機會 先大漲81點 再下殺171點 各位 這樣的一個市場 它難道沒有給你機會嗎 有啊 那你為什麼沒有去把握呢 對不對 各位 各位 怎麼樣才能夠 真的去把握到 這樣的一個機會 是不是 每天幾乎每天 都在跟各位 去做一個觀念的宣導 各位 你不用去研究 太深奧的一個學問 那個是給學者 去做研究的 我們在盤中 我們只要把握住一個方向 只要你方向把握住了 各位 方向就是決定 你輸贏的關鍵嘛 所以各位好朋友 你到現在如果說 還真的沒有操作 不如預期的話 你是不是有一種捨本足摸的感覺 你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非常多的心力 投入了非常昂貴的一個 深奧的一個學問裡面 結果 你連最基本的方向 你都搞不清楚的話 各位好朋友 那你不就永遠是這個人嗎 那不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嗎 至少我覺得這對你來講 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各位 我就舉今天的例子 我們錄影是禮拜一 禮拜一這天的行情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來注意看 這天如果你真的有把握住方向的 真的有做對的 我相信 那個感覺真的只有一個字 這對的你應該都有感覺 來 我們來看喔 怎麼樣去把握住這樣的一個行情 各位 禮拜五的時候 是不是在盤後的節目 是不是我們的標題兩邊就跟你講 第一邊是不是跟你講 八九三三有差總安兩次零 這沒問題嘛 禮拜五真的叮咚叮咚兩次嘛 好 那更重要的是 我給你預告嗎 下週勢必再次攻頂 各位 禮拜五收盤是多少 八九六二 各位 禮拜一有沒有真的再給你大漲 有啊 一開盤就給你大漲啊 大漲八十一點 直接漲到了九零四三 各位好朋友 當你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心裡面有什麼 有什麼感覺 喔 老師你真的很準 你禮拜五跟我們做個預告 禮拜一真的大漲啊 各位 準沒效啊 你禮拜一為什麼還跟著人家 在九千點以上去追多單 結果騎人台一百七十一點下來 有嗎 各位 你注意看一次 禮拜一 是不是真的大漲八十一點 來到九零四三 很多好朋友 他的老師開始叫他去追多單 結果追在九千點以上 各位 但是阿好老師是怎麼帶領會員朋友的 你注意看一次 來 方向決定輸贏 11月17號是不是禮拜一 禮拜一 我們請我們的會員朋友 做什麼 各位 不是這張啦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 在押回的時候 才要去做的啦 各位 禮拜一的時候 真的要買多單 不是在九千 不是在九千點以上買啦 禮拜一真的要買進多單 應該要在什麼時候買 來 禮拜一真的要買進多單 應該是在這個時候買啦 各位 當他押回來的時候再去買啦 你怎麼會在他九千 你怎麼會在他九千點以上的時候 來我們看全圖 你怎麼會在他看九千點以上的時候去追多單 結果騎人台一百七十一點 你真的要買應該是在他押回的時候買嘛 那上去的時候 老師你帶你的會員朋友做什麼事情 九千點先走啊 九千點我們就先走了啊 你怎麼會在九千點我們走的時候 你去接九千點的多單呢 各位 再殺下來咧 再殺下來殺到八千八的時候 八八八八的時候 你的老師開始叫你去反手空的時候 我們在做什麼動作 我們在做這個動作 來 我們在八千八百八八的時候 我們是在做多呢 你的老師怎麼會叫你在八八八八的時候去打空呢 各位 八九零三還是多 各位 八九一二還是多 所以禮拜一行情這麼大的時候 你真的要 你真的要搞清楚方向啦 搞不清楚方向的時候 你肯定多空雙八 肯定輸到雙八八 這是多殘忍的一件事情啊 好 那更重要的 即便你做對了 來各位 要不要先出場 要不要先先討論一下 那我們怎麼帶領會員朋友先討論一下 各位 八八八八 來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進的多單是八八八八 你老師帶你進的多單是 是多少 來我們全圖 是在九千點進的多單 各位光施成本就已經差了一百點了 你覺得誰會贏 八九零三多 八九一二再多 好 那已經三比多了 那要不要先走 十一點十八分 全部用試駕做一個出場 出在哪裡 大概在八九二三 各位我把它做一個示意圖 八八八八在這裡 八九零三在這裡 八九一二在這裡 各位 多多多 要不要先行做一個出場的動作 要啊 那我們出在哪裡 十一點十八分 我們出在八九二三 各位 後來還要到多少 八九三五啊 所以各位好比喻 來跟這個設定 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真的有把握的行情 真的是先賺錢而已 大行情你就賺大的 小行情你就賺小的 不管是大顆的叫大鑽石 小顆的叫小鑽石 都沒關係 反正你來到這個市場上 你就是要賺錢的 所以各位好朋友 一定要有庭力的觀念啊 你無論如何 每天開盤 你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累積你保證金專戶的實力 所以各位 這對一定要有落袋為安的觀念 先賺先贏 所以各位好朋友 今天的一個行情 不就是最好讓你檢視你的時候嗎 你是不是要開始去檢視一下了 哎唷 為什麼禮拜一的時候 你看禮拜一的時候 拉上去 我的老師叫我去追多 結果呢 聽人提一百七十個點 提下來的時候 老師是叫他的會員朋友 八八八八開始進多單 為什麼我的老師在殺了 殺到八千八的時候 還來叫我們去反手空 各位 你是不是要開始去檢視一下了 來我們看全圖 方向決定輸贏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各位 你有一個選擇權 什麼樣的選擇 你要選擇 你是不是要跟對的人 你是不是要在盤中 要做對的事情 你唯有跟對的人 做對的事情 你才可以賺得到錢嗎 那各位 如果你到這個時候 你還沒有賺到錢 你是不是要開始去檢視了 你是不是沒有做對的事 是不是在盤中 沒有做對的事 還是根本你就跟錯人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 在每一個選項 你都要打勾 你才會成為這個市場上的贏家 所以各位好朋友 你真的想要屢戰屢勝的話 這個勾最重要 這件事情一定要做 唯有完美呈現 屢戰屢勝 你即便 來 這三個勾都要對 要跟對的人 要做對事情 你才賺得到錢 你真的想要屢戰屢勝的話 各位 這個勾最重要 各位 今天你就一定要做一個抉擇了 你還是要在這個市場上 繼續再看看 還是你真的想要在這個市場上 真的用盡全部的力量 真的去賺得到錢 各位 勾勾勾 跟對人做對事 賺得到錢 更重要的 這個一定要去做 來 這樣啦 這個一定要去做 為了這樣子 你才能夠屢戰屢勝 才能夠完美呈現 阿老師祝福你 一定要去做這個動作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病菌的傳播總在無意間 下班後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別讓病菌無意間 也危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 多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固德投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妹妹啊 去洗碗囉 媽媽說女孩不會做家事 會被人嫌 爸爸說女孩讀理工 將來會很辛苦 他們為什麼不對哥哥這麼說 CDo讓女孩有發揮潛能 平等發展的機會 我可以當科學家 我可以做工程師 我甚至可以開飛機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Do促進性別平等 讓世界更美好 深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